第158集 他们这是准备抓傻大个儿 我赶紧跑过去 把事情说了一遍 麻子大爷听了之后 让看热闹的 年老体弱的 都赶紧地躲得远远 留下十几个 壮牢里对付傻大个儿 有我爹带头 用绳子套 套住了之后 大家一起上去 人多力量大 大家合伙把傻大个儿给绑了 大家听了之后 那些准备来看热闹而来的 都赶紧地往后退 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我师父也被扶着一起躲了起来 他独眼独腿 不可能和傻大个儿打斗 毕竟傻大个儿是僵尸 不是那些虚无的鬼魂 麻子大爷安排好对我说 小多 大黑最听你的话 你赶紧地 让大黑把傻大个儿 引到小曹年这里来 我们抓傻大个儿 不能让傻大个儿咬死了人 我听了之后 就跑回了胡同口 朝那里一看 只见傻大个儿 正在蹦着追大黑呢 大黑的身子灵巧 很容易躲过了傻大个儿的追逐 我朝大黑喊道 大黑快 快把傻大个儿 引到小曹年这里来 大黑一听 身子一扭 朝着胡同口跑 傻大个儿也蹦着跟了上来 我一看傻大个儿来了 就赶紧地跑过去 对麻子大爷说 大爷 傻大个儿来了 麻子大爷一听傻大个儿来了 就让大家准备好 接着让我赶紧一边躲着 这回是大人们的事 我听到后呢 赶紧到大爷爷家的门楼那里躲着 这个地方啊 离得小曹年近 可以看得清楚 也正因为这里的小曹年附近呢 看热闹的 不敢躲在这里 所以 就我一个人 这时 最像跑来的是大黑 大黑也是累了 他一边跑 一边伸着舌头 开始我不知道 狗为什么一跑 或者一射就会伸舌头 以为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 后来才知道 狗身上的汗线少 他需要伸着舌头散热 而我的全身都是汗线 伸舌头等于多余 所以说 知道多了 会少做许多荒唐事 傻大个儿跟在大黑的后面 身子一蹦一蹦的 速度 速度 还是那么快 他这种僵尸病 只要一犯 就会变得力大无穷 永远不知道累 大家都在严阵以待的 等着傻大个儿 这时没大黑什么事了 我朝大黑喊了一声 让大黑过来 大黑听见我喊 摇着尾巴 跑到了我的身边 他跑到我的身边之后呢 伸着舌头 大口大口的喘息 而傻大个儿没有追大黑 而是站在那里 不动了 只见傻大个儿那张 毛脸上的两只眼睛 闪着红色的胸光 用鼻子朝大伙使劲地秀 喉咙里 发出可怕的嚎叫声 那种声音 比野兽更可怕 大伙心里害怕 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我爹看到这里赶紧地叫道 大家不要往后退 咱们得齐齐合理地对付傻大个儿 可到了危险的时候 人的子私会占上风 那些人并不听我爹的 就在这时 傻大个儿伸着双手 吏声叫着 朝我爹扑了过去 看傻大个儿扑了上来 马达大爷说 三弟 用绳子套住傻大个儿 我爹答应了一声说 好 二哥 就放心吧 说完之后 站在那里不动 把绳套拿在手里 就等傻大个儿过来 当傻大个儿蹦到我爹的身边 朝我爹抓过来 我爹身子一闪 直接把绳套套到了傻大个儿的手臂上 因为傻大个儿还不是死人 我爹没有直接套傻大个儿的脖子 而是套在了伸直的手臂上 我爹记得是活扣 这样可以便于拉筋 如果傻大个儿要是死僵尸的话 套在脖子上 拽倒就行了 当我爹套上去的时候 傻大个儿并没有赶快地甩掉绳子 而是伸着手往前一蹦 手臂上的绳口一下子拉紧 把傻大个儿的手臂捆住了 傻大个儿力大无穷 捆住手臂不等于把傻大个儿抓住了 他的眼里只有人枪的鲜血 所以他嘴里发出嚎叫声 直接蹦着朝那些人扑了过去 有几个人被吓破了胆了 直接扔下绳子逃跑 几个人一逃跑 傻大个儿就在后边追 这下我爹受不了了 只能拽着绳子跟在傻大个儿的后面 傻大个儿拖着我爹在前面跑 我爹根本就没有傻大个儿有劲 一时间麻子大也都束手无策了 都说 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需要玩命的时候 大家需要配合信任 所以亲兄弟和父子 作为互相熟悉的人 配合信任是最合适的 我看我爹被傻大个儿拽着跑 我不能当闹钟 瞪着眼睛看着 于是朝大黑一招手说 走 大黑 我们上 说啊 我和大黑跑过去帮我爹了 我爹正拉着缰绳呢 看到我过去了就让我一边去 我并没有听我爹的话 直接弯腰拽起了后面的绳子 帮我爹一起拉傻大个儿 这时啊 后面的麻子大爷在后面喊 前面的人 你们围着树跑 前面跑的人都很爹娘 少剩了两条腿 这时 谁还听麻子大爷的呀 前面的不听 我听 麻子大爷让前面的人围着树跑 我先是有点糊涂 接着 我明白了 麻子大爷 这时要捆住傻大个儿 想到这里 我看见不远处有一棵杨槐树 有水桶那么粗 心想 就是它 那时候 我们后半个钟处处都有杨槐树 这种树木木质坚硬 树根深深地榨在土里 不像是梧桐树 光长得高大快 但经不起风啊 一有风吹就有可能刮倒在地 我爹拿的是我们家的颈绳 那种缰绳非常的粗 也非常的长 是淡水的时候提水用的绳子 我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截在后面拖着 我看到这里就喊大黑 让大黑先拦住傻大个儿 大黑听了 身子往前一窜 拦在了傻大个儿的前面 傻大个儿被大黑忽然拦住 当时就停下了 眼睛盯着大黑用鼻子在那里修 我看到傻大个儿停下 赶紧把手里的绳子缠到了树上 然后系了一个死扣 傻大个儿光知道吸人血了 他被拴住了还不知道呢 看见大黑拦路 只是停了一下 他就朝着大黑扑了过去 大黑看傻大个儿朝自己扑了过来 身子往后撤 这时傻大个儿手臂上的绳子已经绷紧了 他往前跳了几下 一下子被绷紧的绳子给拉了回来 我爹拽着绳子呀 被绳子弹得退了好几步 他回头看看我 再看看系在槐树上的绳子 对我竖着大拇指说 嘿 小兔崽子 还是你有办法 我朝我爹笑了笑 就朝傻大个儿看了过去 傻大个儿手臂被绑着 每朝前跳一下 都会引起羊怀树晃动 上面的树叶往下落 而大黑则蹲在傻大个儿的不远处 朝着傻大个儿叫 他知道傻大个儿扑过去 还会被拽回来 所以故意都傻大个儿 而傻大个儿则拼命地往前蹦 想咬大黑一口 别人都耍猴 现在啊 大黑耍傻大个儿 我正看着呢 麻子那也上来 夸我有办法 不过他对我说呀 小冬啊 你这个办法虽然好 可这样下去 傻大个儿的胳膊 早晚得断 咱们得想办法 把大个儿控制住 麻子大爷 虽然脸上出过天花 一脸的麻子 但心地善良 他看不得傻大个儿出事 我想了想说 大爷 既然咱们能用绳套 套他第一次 也能套他第二次 你看看傻大个儿 一蹦一蹦的 咱们给他来个套兔子 把腿给套住了 往后一拉 傻大个儿就会倒地 麻子大爷说 嗯 行呀 就用这个办法 我爹是办法的执行者 听我们这么一说呀 就赶紧去找绳子 在小曹年那里 有扔的绳子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这时那些看热闹的 和刚才逃跑的 都要跑过来 麻子大爷大声地叫着 让他们别过来 他怕哪些人过来坏事 经过刚才那场逃跑风波呀 可以看得出来 大多数人都不靠谱 我爹拿了绳子过来 系了一个活口 然后悄悄地 从傻大个儿的身后 接近傻大个儿